大家好,我是汪刚 在视频的开头 先跟大家郑重的道歉 对不起 今天同事在五点钟的时候 发布了视频 这个视频对大家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和很不好的体验 在这里再次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我在忙个人的事情 的确没有参与到视频的发布 这是我最大的过失 在这里 我向大家做两个保证 在未来的日子里 第一 所有的视频 我都亲自发布 第二 作为厨师 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也不拍蛋炒饭 作为一个厨师 我再也不做蛋炒饭了 我再也不拍蛋炒饭了 这位正在叹气的年轻人 我不介绍几乎每一个华人都认识他 他就是著名的美食作家王刚 他遇到麻烦了 昨天下午五点钟 王刚在新浪微博发了一个短视频 介绍如何做蛋炒饭 这个视频发完之后 立刻引发了许多网民对他的网报 说句心理话 王刚这次被网告 我心里头还多少有些愧疚 因为我昨天也做了一期节目 讲毛岸英跟蛋炒饭之间的故事 在这期节目的一开始 我还引用了王刚的一个段落 就是三年前2020年 他因为做蛋炒饭 就已经引发了很多小粉红对他的围攻 我也不知道 我昨天的节目 跟王刚昨天被网报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因为他的节目是五点钟上线的 我的节目是晚上八点钟上线的 如果要是有境内的小粉红翻墙出来 监看我的节目 你看王志安这个大反贼 他都引用了王刚的这样的说法 那肯定对王刚的这种网告会变本加厉 所以我心里说实在的 看到昨天他网上被网报的时候 心里还挺不落忍的 不管怎么说 昨天对王刚的网报真的是铺天盖地 到晚上的时候 王刚就顶不住了 专门出来发了我们节目一开始看到的那段 道歉的视频 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也不拍蛋炒饭 其实我外公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灌输 做人要踏踏实实地做事 我外公也是一名志愿老兵 他在朝鲜待了六年 他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圣人 王刚为了让网民对他的原谅 专门拿出来他外公来解释 说他外公是一个志愿军的战士 从小就教他坦坦荡荡做人 他完全没有一点意思污蔑英烈 但是即便如此 我看这小粉红也没放过他 直到今天早上 我到新浪微博看了一下 对王刚的各种各样的网报仍然是铺天盖地 很多人就讲 他说你一次是偶然 两次是偶然 你这么多年 你每年都在特定的日子来发这个蛋炒饭 你啥意思啊 所以有些人就在挖王刚的配材料 说2018年的时候 王刚就在10月22号这一天 发了一个蛋炒饭的视频 教大家如何把蛋炒饭做的松散美味 最后加入适量的葱花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干香松散美味的加成蛋炒饭就制作完成 然后呢 人民日报还转发了 当年当就有人怀疑啊 人民日报被境外敌对势力给控制了 在那么一个特定的日子里 转发王刚的蛋炒饭视频 什么意思啊 当然这个10月22号是什么日子 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毛岸英实际上是11月25号被飞机炸死了 但是10月20号是什么 10月22号是什么日子呢 毛岸英啊 诞辰日是10月24号 那么你10月22号就靠近这个10月24号 这也不行啊 所以你看这小粉红们 他们这个逻辑啊 我不解释大家都不行 所以现在这个蛋炒饭的机日 在全国现在有两个 不是一个啊 一个是11月25号 一个是10月24号啊 一个是毛岸英的这个诞辰日 一个是毛岸英啊 这个被炸死的日子啊 然后紧接着又有人不断的去挖 说2020年的10月24号 就在这个毛岸英诞辰的那天 他又做了一个蛋炒饭 那这肯定是故意的吧 结果当时就向新浪微博举报啊 结果新浪微博当时就把这个王刚啊 他的账号停更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暂时禁言啊 那么紧接着就是今年 今年是11月27号 这王刚又出来发蛋炒饭了 而且有人就开始统计啊 在这过去的每一年的10月份和11月份的两个月 王刚总是在发蛋炒饭的视频 那你可以看看 这肯定不是巧合吗 对吧 就是在有意的污蔑英烈嘛 要我说啊 就这些革命群众啊 革命小将啊 确实是阶级斗争 这根弦绷得比较紧啊 那你说王刚有没有可能被冤枉 我觉得也的确有可能被冤枉 因为这个做美食博主啊 这是最人畜无害的一个群体啊 你想他有多大的险恶政治动机 专门每年处心纪律的 在10月份11月份这一天要发蛋炒饭的视频呢 不至于 但是我要这么想 即便王刚被委屈了 即便王刚被冤枉了 其实啊 这件事情怎么说呢 也值得 为什么呢 你保护英烈嘛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 对不对 那这是英烈中间的英烈 那保护他 那是神圣不可侵犯呢 所以啊 其实我觉得网爆王刚也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这些革命小将 他做的还是有点不太够 因为他仅仅是针对王刚啊 的这个做法啊 其实还不能充分的保证 对英烈的那种纯洁的 伟大的 圣洁一般的牺牲精神 以足够的景仰 你比如说 你只保护这个 这个毛岸英的生辰日 和这个被炸死的日子 这不够啊 你比如说他还有原配夫人刘思琪呢 这刘思琪的明日 那你也不能去吃蛋炒饭呢 你想一想 如果要是刘思琪的明日 你要是吃蛋炒饭 那你不是也是在 人家烈士的家属的 这心上 这个在撒盐吗 对不对 那这也得保护啊 这个刘思琪好像还没有 没有去世是吧 也没有明日 对不对 那没有明日就更成问题了 那就是每一天 都有可能成为明日 那也就是全中国的每一天 都不能随便吃蛋炒饭 因为你这天吃了蛋炒饭 万一要是刘思琪那天死了 对得起烈士吗 相比人烈士的这样一种圣洁干的感情 你不吃蛋炒饭能怎么着 所以在我看来 全中国就每一天都不能做蛋炒饭了 这是第一 更重要的是 你光是不能做蛋炒饭吧 我觉得这个保护还不够 你不能吃蛋炒饭 你想想 你做蛋炒饭 你只是把这蛋炒饭做出来了 对不对 你吃蛋炒饭你啥意思 那要是让人家刘思琪 那些烈士的亲属看见 那不是心在滴血吗 是不是 每每看到你们吃蛋炒饭 你中国的这些老百姓 就让人想起自己 因为国家被炸死的丈夫 是不是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全中国就应该立一部法 这个保护英烈法中 应该明确规定 从此以后 蛋炒饭这个菜 就应该在中华料理中间消失 不能再做了 不能再吃了 谁要吃蛋炒饭 就应该把它当作 现行反革命 寻衅滋事罪 把它抓起来 而且我觉得 这个也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昨天做节目 不是说了吗 那个 魔幻英 他不仅仅是做蛋炒饭 他做完蛋炒饭 他不是还吃苹果吗 吃完苹果 他不是还烤苹果皮吗 所以这苹果 也反党 也侮辱英烈 苹果以后 也不能随便吃了 你要吃苹果的话 当然现在没有人 烤苹果皮了 你吃苹果 这其实也是 对烈士的污蔑 你要是那些 保护英烈的人 那一看见这个苹果 触景生情 想起猫岸英烈士 那你可 这也是对他们 感情的伤害 最后 我昨天不是讲了吗 还有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 起的这个名字 你想想 用心何其歹毒 咖啡就咖啡 还是瑞幸 啥意思 他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蒙罕英被炸死了 于是 这个国家 有了祥瑞 从此 这个天佑中华 然后非常幸运 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这不是影射吗 所以瑞幸咖啡的 这个 这个投资人 这个 这个创办者 对个抓起来 现在还全国搞了那么多家建 让人每时每刻 看见瑞幸咖啡 都能嫌弃烈士的鲜血 所以我觉得 不能光盯着王刚 还有这么多人 都必须抓起来 更何况 这个烈士也不仅仅是 这毛岸英一个人 这烈士的这个家属 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 现在还有人 说吃辣肉 辣肉是什么 很多人不是用辣肉 来影射老毛吗 毛主席 伟大领袖 革命剁手 为这个全世界革命指引的 指明的方向 毛主席 很多人竟然把辣肉 影射于他 那你想想 辣肉还能吃吗 辣肉不能吃了 虽然湖南人 吃辣肉 已经几百年 上千年了 那不能吃了 再吃的话 就是对毛主席的这个亵渎 还有 你比如说 有人还吃青蛙 蛤蟆 对不对 蛤蟆 这也反动 那有很多人 都用蛤蟆来影射 这个江泽民 对不对 那你吃蛤蟆 啥意思 你是要把江泽民吃了吗 还有包子 包子大家都知道 你吃包子这些犯法呀 是吧 还有网球也不能打了 打网球啥意思啊 那不就是张高丽 人家不就是让自己的老婆 劝彭帅跟他一起睡了几觉 然后他跟彭帅在里睡觉的时候 他也在了门口守着 不就是这个吗 人家郑国级官员 这有什么呢 对不对 不就是跟一个网球运动员睡了几觉吗 那很多人还打网球啥意思 让人就想起来 我们的郑国级官员跟彭帅 在床上云云雨雨 这成何体统啊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球也得进来 不能再打了 再打网球的话 这其实也是对英烈的污蔑啊 张高丽当然不是英烈了 但是他可以享受英烈待遇 因为他正国级官员嘛 所以按照英烈来进行保护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的这些革命小将 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呢 哎呀 玩笑归玩笑啊 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挺可悲的 为什么呢 我刚才听到王刚的那句话 就是作为一个厨师 他再也不想做蛋炒饭了 再也不拍蛋炒饭了 这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啊 他就是一个美食博主 就是教大家做饭的 但是呢 一不小心触犯了某种政治雷区 结果呢 差点就地阵亡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按道理来讲 我想问的是 哪一条法律规定 11月25号这一天 不允许做蛋炒饭呢 不允许交蛋炒饭呢 更何况 他其实还没在11月25号这一天 他是在11月27号这一天 这都不行 哪一条法律规定啊 这一天就不能做蛋炒饭了 所以我们就讲一个文明的社会秩序 你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则 我们按规则来 紧接着 你们说他是险恶动机 就是在讽刺毛岸英 我且不说毛岸英可不可以讽刺啊 但是你怎么证明吧 怎么证明 他是在有意的讽刺毛岸英啊 其实也有很多人做了统计啊 王刚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啊 他其实不仅仅是10月份 11月份做蛋炒饭 他一年做蛋炒饭的次数 有五六七次 每年都如此 但是如果你要是单独把10月份 11月份的拿出来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在影射毛岸英 但是如果你把它全年各个时间点 做的蛋炒饭都拿出来 你会发现蛋炒饭 不过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有些人自己啊 神经过敏了 我们经常说什么叫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就是法不禁止 即可为 一个公民的自由 就如果一个清晰的法律的条款之下 没有禁止的 他就可以做 在我看来 这些事情 本身不应该道歉的是王刚 是那些在网上捕风捉影啊 卑躬舍影啊 罗知罪名的 这些网报的 这个所谓的革命小将 但是现在呢 道过来了 为什么道过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逻辑啊 法律不会保障 王刚的权益 他们罗知罪名最后的结果呢 也不需要通过一个法律的途径 来证明他是不是有罪 只需要莫须有就行了 什么叫莫须有 莫须有就是大概其或许有吧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著名的例子啊 说白了 莫须有就是让你用你自己的灵魂 证明你自己的清白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你的灵魂呢 是不是清白啊 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 是由当权者说了算 是由那些革命群众的情绪说了算 他们只要证明你有罪 你就已经有罪了 当他们认为你其实这个充满了险恶动机 你再怎么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 其实在我心目中 军人是无比的神圣 高大 今天这个事情 是我的错 再次郑重道歉 对不起 说对心理话 我昨天看王刚被网爆 我自己也发了推特 包括我今天要重新做节目 我想来想去 我想说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在这个国家里 到底谁是这个国家应该被保护的资产 谁才是应该实际上公众可以脱敏的 那么一种所谓的禁忌 魔王英虽然说在抗原朝战场上 这个被美军的飞机炸死了 按照中国的标准 它是一个劣势 但是就我们昨天的考证来显示 它就是一个享受的特权 目无军纪 在白天的时候生火做饭 先做了蛋炒饭 然后又吃了苹果 吃完苹果又烤了苹果皮 烤完苹果皮之后 又煮了一杯咖啡 这么一个人 由此引来了美国的飞机 最后把自己炸死了 他还把他自己一块的同伴 叫高新锐的这么一个残谋 也同时被炸死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却受着中国法律最严格的保护 直到70年之后 他的这样死亡的日子 人们吃一碗蛋炒饭 让人联想到 他当年有可能违反军纪 这都不可以 这是什么社会 说到毛岸英目无军纪 其实我还有一个细节要补充 就是我昨天在节目里 讲到一个叫张扬武的人 这个张扬武 是彭德怀办公室的主任 他后来觉得 到了朝鲜战场之后不适应 就主动提出 要离开回到国内 后来就让他回去了 他是11月17号离开的 在他离开这一天 他特地找到了毛岸英 给毛岸英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 说按时睡觉 第二条建议叫按时吃饭 第三条建议叫注意防空 所谓按时睡觉 是指的是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里头 别人熄灯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 因为他从国内带来了很多书 有中文的有俄文的 然后每天晚上 别人睡觉的时候 他点蜡在那看书 看起来比较用功 但你想想 在志愿军总部的房子里 他晚上他一个人点蜡看书 你想想这多危险 因为飞机过来的时候 就有可能看到这个灯火 第二二是吃饭 别人吃饭的时候他不吃 他可能还在睡觉 睡懒觉他没起来 等他起来的时候 碎眼惺忪再去找饭吃 早已经成为张牙武 看在眼里的一个生活习惯 其中有一次 当时别人吃完饭都进了山洞了 毛岸英他没吃吗 起来之后先找饭吃吗 结果正在他找饭吃 整饭吃的过程中 敌人的飞机就来了 来了之后怎么办呢 他们跑也来不及了 张阳武就在现场陪着他 就躲在了那个房间的角落里 就听见那个凝固汽油弹 往下扔 那个爆炸的轰鸣声 当时张阳武自己回忆说 每个人都心里非常恐惧 所以他特别的临行的时候 给毛岸英提了这三点建议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 就说明毛岸英 这个目无军纪 早已经是他在志愿军总部里头 那样一种惯常的行为了 所以有人说我昨天的节目证明不了 毛岸英是一个目无军纪的人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旁证 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还想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细节 就是跟毛岸英一起牺牲的 那个人叫高瑞欣的参谋 毛岸英去世之后 彭德怀后来曾经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 说建议毛岸英跟高瑞欣这两个烈士安葬在一起 因为是一起牺牲的 因为毛岸英的烈士的遗体 要转移到北朝鲜的一个历史陵园里 但是你猜什么招 中央就没有批准 没有批准的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事隔多年之后 高瑞欣的后人一直想找高瑞欣的遗体 但是找不到 没了 不见了 所以他的后人 想要纪念高瑞欣的时候 就只能在自己的家里点一个蜡烛而已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那个所谓的 以人民利益为核心 所谓的那个家族为人民奋斗的 所有的那些 那些唐尔皇子的话 都是谎言 他们内心只有他们自己 直到死了之后仍然有等级 因为他们认为高瑞欣 只是一个普通的参谋 不配跟毛主席的儿子 安葬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人 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惨吗 我觉得不是 一点都不是 直到他死 他真实的死亡原因 70年之后都不允许别人来讨论 这对国民性的塑造 是怎样一种这样的影响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王刚 我觉得王刚 才是我们这个时代 中国人的典范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 王刚是一个留守儿童 他父亲和他的爷爷都是厨师 很早的时候就到南下去打工 他在九岁的时候 他只见过一次自己的母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四川的农村那些人都比较勤劳 到南方打工的时候 春节都舍不得回家 有的时候也买不到票 所以他就一直跟他自己的四伯 在一起生活 九岁的时候 他父母把他接到了珠海 在那里上了学 王刚耳濡目染 就喜欢上这种做菜 他就跟他自己的父母说 他想要学厨师 结果他的父母就坚决不同意 据说他十二岁的时候 就给他自己四伯做过一顿饭 他四伯夸他 说比他当年第一次做饭做得好 结果十五岁的时候 王刚就自己错学了 不上学了 他就去到外面去打工 就到厨师里头去学徒 据说他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头 一共先后走了几十家的餐馆 因为一开始没有能力 只能跟别人后面学 所以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去学艺 然后王刚的菜 他是博彩重家之常 因为他拜的不是一个师傅 他是在每一个餐馆里 都跟那些餐馆里的大师傅 学了一两道菜 一直到2015年 王刚才自己到了珠海一个餐厅里 做起了厨师长 这个时候他的工资 一个月才一万块钱 每天非常辛苦 2017年的时候 他偶然在往来看别人做菜的视频 他当时就跟别人说 他说这个东西我也能做 我做的可能比他好 别人不相信 他说那你做 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图文的菜谱 叫盘龙茄子 上载到了今日头条上面 结果没想到特别受欢迎 做了一个月之后 他就开始做视频 当别人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 他就开始拿手机 开始拍自己的视频往上上传 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在网上就积累了七八十万的粉丝 后来这个收入也超过了他做厨师长 于是他就正式辞职 开始变成一个YouTube主 变成了一个视频博主 这些年他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公司 开着自己的饭店 我个人觉得 王刚才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你想想 他来自于底层 他辛辛苦苦的到前面去奋斗 自己去学艺 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厨师的手艺 来在网上教大家来学做中国菜 我很喜欢看王刚的影片 因为我觉得其实王刚的影片 他其实不仅仅是在教大家做菜 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是 他在这个节目中间经常会有他四伯出现 他四伯是一个老十八家的乡下人 听他自己讲 他四伯是早年的时候 一直陪他一起长大 所以他跟他的四伯感情非常深 他经常做完菜之后 请他父伯 四伯了一起来品尝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王刚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是一个念旧的人 这不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 所以我说 王刚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需要保护的人 他才是这个时代 应该值得我们这个社会珍惜的人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像王刚这样 努力的用自己的拼搏和奋斗 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用自己的厨艺去教大家 用自己的公司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个社会才能进步 我们的日子才会更好 可现在反过来了 一个因为违反军纪做蛋炒饭的人 成为了一个禁忌 一个努力拼搏不断工作的人 无意中踩了一个雷 就有可能使自己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的时代 说了这么多 我也不想再讲了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句话 这个周末 我要专门在自己家里做一次蛋炒饭 我就要用做蛋炒饭的这样的行为 炒弄这些粉红的逻辑 你们不是不让做吗 我偏来做 你们不是不让在境内的这些人去教蛋炒饭吗 我来教大家怎么做蛋炒饭 同时呢 我也希望用我自己来做蛋炒饭的方式 像王刚这样努力的通过自己心情工作的人 表示我自己的敬意 好 我今天去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第二 作为厨师 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也不拍蛋炒饭 其实我外公在很小的时候就 经常跟我灌输 做人要踏踏实实的做事 我外公也是一名志愿老兵 我外公也不去看 今天这个事情 是我的错 再次郑重道歉 对不起 优优独播放